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米粉防务 近些年,激光炮和电磁炮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 目前中美俄已经将激光炮应用于多种武器之上 用来近距离防卫拦截导弹和无人机 而电磁炮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舰船主炮的主要火力来源 事实上,美国是最开始研制激光武器的国家 可长久以来,美国在激光领域的研究都存在技术缺陷 直到2016年,美国现金光学晶体公司声称 研制出了福带蓬皮酸甲晶体 福带蓬皮酸甲晶体是一种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 它可以将激光转化为176纳米波长的深紫外激光 从而制造出深紫外激光武器 研制出这个技术后,美国企业声称 该晶体足以和中国制造的同类产品相媲美 其实,这项技术我国早就已经掌握 1990年由我国陈创天院史领导的研究小组 发现了福带蓬皮酸甲晶体 当时,由于我国技术不够成熟 便面向全世界对外开放提供该晶体 直到2009年,我国才发现了该技术的战略重要性 开始对福带蓬皮酸甲晶体实行全球禁运 美国10枚导弹都没击沉的靶船 我国一发东风导弹就搞定了 场面异常壮观 微信搜索并关注米粉房屋 回复场面,观看高清精彩视频,了解详情 美国便是从2009年 我国禁运福带蓬皮酸甲晶体之后 开始了该领域的追赶 正式在该领域进行公关 项目首批投入15万美元资金 2011年又继续追加50万美元 足足耗时7年才将福带蓬皮酸甲晶体 研制成功 打破了我国的技术封锁 最后的总投资达到了数百万美元 然而在美国企业宣布研制出该晶体之后 我国也不甘落后,正式对外声称 早在2015年就发现了更加先进的 新型无皮身子外非线性光学晶体材料 这表明在激光武器领域 美国依然处于追赶状态 曾经我国总是在追赶西方的路途中一路狂奔 生怕被落后的太多 如今我们终于在某些领域实现了超越 也是时候让他们尝尝追赶的苦头了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点击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米粉防务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 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